在身体神章生活正能量 今天是我忏悔的时候 也没有了 就是今天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悟 要跟大家分享 也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的 我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也一直在聊天 聊的什么呢 就是关于人生目标 关于创业 关于事业 关于追求你想要的东西 关于每天的生活 你是活在一种激情澎湃 然后早上起来 跳起来 就是要起床 要是开始做事情 还是活在一种 就萎靡不振 然后没有精神 每天都在不断的重复 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有了这个感悟 也是因为最近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开始做我这个 柔韧的这个教程了 然后自从开始做这个后 突然发现 好像又再次找到了 找回了这种 健身创业事业 和跟我自己所爱的东西的 一起的一个激情 我就感觉 其实在我健身路上也是经历了很多不同阶段的一个健身的模式 可能从最早我做China Feater 大家知道我可能都是八年前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自己做网站 还国内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在做网站 在做健身的网站 那个时候好像也不可能你个人有 因为我在国外 然后开始是说是无氧间歇 然后慢慢又过渡到 包括我自己 又过渡到这个举铁 是吧 就慢慢大面积开举铁 然后做了十周变身计划 然后我自己的健身历程 我自己又开始本来就对各种各样的运动感兴趣 健身感兴趣 然后自己又做这个这个CrossFit 又一段时间又着迷 然后慢慢又到了这现在的这个Functional Training 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一个柔韧拉伸灵活 Functional 就是用你自己的身体 然后去做很多的这些动作技能 和培养这些力量啊柔韧啊灵活等等的能力 到现在其实也是我健身历程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进步 对吧 可能最早之前 所有人可能从一开始都是啊 我要减肥 我就要去跑步 我就要去做有氧等等是吧 慢慢过多的啊 原来更高一级别的更快的减脂塑形健身的方式 原来是做负重训练 对身体有刺激 当然这些先暂且不说这个健身的这个就是 就是一说我又杀不住闸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整个这个历程整个的创业 到今天为止到现在我才说 我可以是怎么说呢 好像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激情所在 知道我自己现在真的想做的是什么 因为之前一直可能花两年时间 做了十周变身计划也好 做了其他的一些一些一些这个这个工作也好 是吧 那个两年 但是在那个两年里面 我可能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可能再做crossfit 我可能已经走出了这个负重训练 可能又开始做其他 当然负重训练 还是我之前一直的一个主打是吧 但是我自己的生活中会融入许多其他东西 但那个时候还没法跟大家去分享 是因为我现在专注就是在做十周变身计划 就是在做负重训练 但是现在自从我找到了我的这个激情 找到了或者说是发现了我的这个激情 就是关于做functional training 关于柔韧拉伸 也觉得也知道这是最最最最重要 也是大多数人都是被忽略了 很多人都是有大肌肉 然后到我这用我这拉伸脚程 什么动作都做不了 是吧 到最后 也是跟人体的健康 跟人体的这个寿命 都是息息相关的 你看我又一说健身 又开始上不住点 所以现在我每天都在做的这个柔韧 我每天我自己就在做的这些拉伸的训练 我就直接都能跟大家分享 就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激情 每天微信上也好 我instagram也好 我微博公众号 我那么多的频道是吧 知乎上 小红书上 所有的地方都在跟大家去分享 都在跟大家去分享 我这个平时做这个柔韧拉伸 去真的是把这个爱 把这个激情融入到里面 我就喜欢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原来这个创业 做自己的事业也好 不管你要做什么 工作也好 真的就是要找到 你所爱的这个事情 你所真的是真心 早上跳起来 就想就做这件事情 脑子里无时不刻都在想的事情 我之前有一个视频也说特别好 说你要想成功做成一件事情 你就要着魔 是吧 对这件事情着魔 所以我现在真的就是着魔了 着魔了 我真是喜欢这个事情 所以我发自内心的去 share 去分享辐射正能量 每天在激励大家 跟我一起打卡 是吧 我现在有这个打卡群 然后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健身 都无所谓 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习惯 跟我一起 跟这小伙伴一起 一起打卡健身 一起每天互相激励 就特别开心 我以前做不到这一点 以前可能在低头的就去 闷头的去 去叫什么 推销 推荐也好 或者是我这个石头变成计划 或者是讲一些大理论 但是那个时候 我的激情所在 没在这儿 那个时候我已经的 我的心已经在准备的下一个项目 就是我这个柔韧教程 我又准备了两年 但这个时候 相对我是 我的心在这儿 我要去 去说别的东西 去宣传 宣传别的东西 虽然也是我自己的东西 但是那个时候 我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已经转移了 是吧 已经转移了 所以就感觉 好像是说 就说怎么说呢 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东西 哪怕就 喜欢一个人也好 你爱一个人 你就会特别的 有特别creative 特别的有创新创意 然后会想着不同的办法 去怎么把这件事情 做得更好 无事不可都在想 你可能看到一个人 见到了一个人 在外面看到这件事 跟谁聊了一个什么东西 突然就能联想到 你自己的东西 然后就能联系上 然后就特别有激情 说我还能做这个 我还能做这个 但是如果你身边 没有这么一件事 不管你现在做的是什么 没有这么一件事 你可能就是为了 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为了赚钱去赚钱 就像我之前想的那样 完全的错误 然后现在就觉得 自己之前特别傻 犯了很多的错误 就是没有把自己的激情 融入进来 可能需要更早的去 可能去做我的 这个柔韧的教程也好 或者是有些其他的一些 观念上的改变 是吧 我自己的观念没有改变 每天如果只想着去赚钱 只想着今天有多少人买我的柯程 我为什么今天没有人买 然后为什么这个人不买 或者怎么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整个的人生 我的幸福就是被销售额 就是被这个数据 就是被这个金钱所控制着 我就无法能得到一个 Eternal Bliss 好像说的我又开始跟神似的 就无法去去有一种自我的超越 现在我做所有的事情 让我开心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能控制的 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要去做拉伸 我要去做分享 我要去拍视频 我要去写一些 就是激励大家这种正能量的话 是吧 或者给大家分享一些 拉伸的知识 或者一个动作的知识 这个时候我是 我是开心的 我是有激情的 刚才这个视频好像跳了一下 接着说 不影响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是开心的 我是有激情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做的时候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我能去控制我的开心 我只要去做了 我就开心 我只要努力就好了 我不用管别人到底买我的课程 不用管我粉丝多少 不用管有多少人看 是吧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 真的是突然这感 我觉得哇 好像今天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做了那么一辈子的工作 不管以前是上班也好 干什么也好 好像一辈子一直在找那么一件事 我为什么之前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找不到那么一件事 我就是那么的就是欲望特别强烈 就是想去做 就是想去完成 就是想一天一直的 每天的努力 我以前一直在想找这么一件事 我之前跟我之前的室友 也是在商量 也在商量 就是我一直管他叫师父 是吧 然后他也是在美国读博士 我们俩那时候就是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住在一起 他那时候也是在彷徨时期 他比我大应该有八九岁吧 彷徨时期 他就一直想找这么一件事 他也跟我在说 那个时候我明明中也觉得 是应该有件事 但是我自己还是该上班上班 该赚钱赚钱 像可能像大多数人一样 社会上的 是吧 就是找一个好工作 然后稳定下来 每天上班赚钱 可以就有钱去买衣服 出去吃饭 买包买鞋 然后就是出去旅游等等 但我现在就是 真的是观念完全改变 虽然这个创业 已经让我的观念改变了很多 然后我要自己 要做自己的事情 为我自己的梦想努力 是吧 每天我不要去为别人赚钱 我就要做我喜欢的事情 是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精神 可能还是没在哪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我终于打开了这扇门 打开了我的创业 事业和我的记性所在这扇门 能去每天结合我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就是一个实力 我就是去展现 我每天都在做什么 都在吃什么 都在怎么练 是吧 想什么 然后去跟大家分享 就好像我做这个视频一样 我现在每天做的 每就是 就是给大家录这个视频 每次都是 什么时候可能就有一个想法出来了 马上就记下来 或者是听写 或者是用嘴说一下来 然后把这个点子记下来 然后下回 就有这个话头去跟大家说了 是吧 就是 其实就是我的生活的一个随想 我的一个感悟 对生活 对事业 对赚钱 对感情 对任何的东西 所以 大家听我说这么激动 可能 你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就是 真的是找到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什么工作 是吧 你是用什么方法赚钱 但是我之前说过一个叫什么三角 你喜欢做的事情 是吧 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做的好的事情 你喜欢做 你不一定做的好 然后你喜欢做做的好 你还得赚钱 你三个东西形成一个三角 这样才是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 或者说是一个事业 或者说是毕生的一个一个东西 是吧 你这个人你是干什么的 是吧 干什么的 那我现在 别人问我 我就说 我是帮 全球的华人 培养 健身习惯 或者说健康习惯 也好 其实就是培养习惯 是吧 当然是好的习惯了 不是坏的习惯 好的习惯 那可能是说到YouTube 那可能是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习惯 思想方面的一些习惯 那我最懂行的健身 那就是健身的习惯 健康的习惯 所以说到这一点上 就觉得并不是说 我就是卖十桌变身计划的 我就是卖这个教程的 我就是一个教练 说了半天 你没有说到点上 你能给帮别人的是什么 我能给大家提供的是什么 我这个的作用是什么 是帮你培养习惯 这就是我已经立志下来的 因为我觉得习惯的重要性太大太大了 真的是决定了你的人生 你每天做的所有的事情 每一分 每一秒 你的决定 每天重复做的事情 我之前总说世界运行的法则incremental 就是积累 每天重复的事情 就是你的习惯 就构成了你的人生 所以就是有这么的重要 所以我现在就发现找 我找到我的使命了 我不再说我就是一个在线教练 我就是online personal trainer fitness trainer 是吧 很没用 这些都没用 那么多的私教 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我跟别人的不同就是 辐射正能量 给大家 帮大家培养习惯 而且只帮中国人 说中文的是吧 这个所有东西都是中文的 这就是我的使命 因为我也觉得是 这是 不管你说是爱国也好是怎么样 可能这就是华人 整体来说最缺少的 其实世界上的人 大多数也是最缺少的 但是 那我是中国人 那我就愿意做这件事情 是吧 帮大家培养这个习惯 因为也是我的感悟 因为他真正的帮到了我 就是这样 所以一说到这个 今天说的比较杂 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 你真正爱做的事情 想做的事情 能跟你生活相结合的事情 而且你做的好的事情 这个时候你会特别有激情 这时候你就不会去想 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就 这个时候你就会体验到快乐 到最后还是一种快乐 一种体验是吧 这个时候我每天工作 就特别有激情 都特别开心 因为我就 又做好了一个视频 又能给大家宣传这个知识 然后我又写了一段话 是吧 我又拍了一个照片 然后能给大家传播这个正能量 然后就特别开心 就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而且这种东西是可以自己去控制的 我可以去做 我不用去想今天卖了多少钱 有多少人买我的石桌变身计划 有多少人怎么怎么样 不用去考虑那些 都不用管它 如果你真的给大家提供价值 去宣传正能量 你人家就会能看到 你的努力就会被别人看到 人家就会有感染 然后可能有了感染 人家相信了你 喜欢你 那人家愿意买你的产品 是吧 这都是自然而然的 水到渠成 这个这个这个 不用你去去每天的担忧 你只需要把做好的就是你的工作 你你给别人提供的价值 你的能量 你的价值所在 你都散发出来了 那就期活了 那就没完事了 你就不用想其他东西 这个时候你的精力完全投入在 创作价值 是吧 感染别人 去怎么说呢 传播正能量 放在这上的时候 你就是开心的 你就是一下子 每天都是充满了激情 这种感觉 真是简直太好了 就简直就是一扇门被我打开了 突然发现 哦原来我的工作 我还能去这么想 我还能不用去想这个 我还能去这么看 我还能去这么做 我每天还可以活得那么精彩 那么有带劲 是不是 所以就又说的特激动 鼻子好痒 还有什么 对 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 有些人说 喜欢听我啰嗦 是吧 有些人跟我说 说你太啰嗦了 时间说的太长了 然后 其实anyways 我都不care这些东西 我其实真的是不care 别人怎么想我的style 我可以改很多的东西 别人说的 我觉得这个说的对 我可以改 但是如果我已经不是我了 对吧 那我就没法去给大家做视频了 我一定还是要去做我 因为 everyone is taken you have to be yourself 就是这样 所以 今天希望我的这一番话 对你 不管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是吧 你在干什么 什么处境 找工作 是吧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升 上升期 你没工作 你想创业 怎么样的 你可能听了我这番话 可能想 你也想活得带劲 你也想怎么样 就去找就好了 也许不可能 也许不一定是工作 也许是一件什么hobby 或者你想旅游 或者是你想做一些 其他的一些小的项目 不一定是为了赚钱 是吧 你可能就是想为了帮助大家 也是可以的 或者你真的想 真心想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那个时候 你也会变得非常的creative 你就会变得特别有激情 生活也会特别带劲 这些都是让自己感觉好的一些事情 然后说到最后 我又每次都要说 其实你不用任何东西 你就可以感觉到开心快乐 不用任何东西 你就可以去感受到幸福 只要你还活着 只要你还有conscious 这又是上升到另外一个级别 怎么说呢 这些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许我就去钻到山洞里 天天待着 然后出家当和尚 然后就不能给大家录视频了 因为我已经超脱了 也许会有那一天吧 不知道 anyways 刚才说了这么半天 我自己的创业 我自己的这个 包括我这个柔韧拉伸教程 包括培养习惯 包括这个打卡 是吧 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宣传一下 这就是我激情做的事情 所以摆宣传也不演 就是如果 怎么说呢 还是先说我这个 说我这个柔韧的教程 如果你真的是没有时间 不能剧烈运动 而且你还想培养习惯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加入我这个微信版的柔韧的呃柔韧拉伸的这个这个训练教程 是吧 这个二维码就在这里 你就可以直接截屏 然后 用打开微信 一定要打开微信 不打开微信 不行 然后去扫你保存的这个图片 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现在加入有免费七天的试炼哦 全部教程 所有的都有开放 免费十年七天 就是给大家这个福利是吧 加入大家 跟我们一起每天打卡 我都在那里 每天就给大家 辐射正能量 就给打鸡血 然后发一些照片 然后大家都跟那说 可欢了 可有意思 赶紧加入我们 每天就是培养习惯 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拉伸的 练柔韧的都在里面 你想练什么都可以 关节酸痛 体型体态矫正 想增加柔韧 皮差倒立 产后恢复 是吧 你关节不适 等等 而且最好的就是 你只需要练我这个 如果你没时间 是吧 如果你 这个就想慢慢改变身材 不是快速改变身材 而且你不能做剧烈运动的话 什么都不用练了 你就练我这个就可以 每天三分钟就够 培养习惯是关键 其他什么都不用做 其他什么都不用做 这个这个 我的手机又有问题 就练这个就可以 什么都不用管 所以这个就是好处 这个是体操训练法 现在最先进的 世界上最先进 国际上最先进的 一种训练的模式 一种functional training 就是全身体型体态 关节柔韧的 一个各种各样的 各种体能素质 都会给你练到 柔韧灵活加力量 是吧 我这个说的又太多了 所以这个入口二维码看到了 包括这个视频描述 或者你听podcast在里面 下面这个描述里面 也有这个二维码链接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 所以不用着急 是吧 视频描述下面都有 赶紧加入 跟我们一起来练 当然了 如果你想快速改变身材的话 对吧 想快速的 不想慢慢的 你有时间 你精力充沛 你想健身 你想快速改变身材 那么十周就够了 你可以来找我 我有这个十周变身计划 整套就跟着做就行 都给你安排好了 做了两年的 只有干货 不卖产品 是吧 就是健康减脂塑性 只做健康的 不需要节食 就跟着去健身 在家就可以 每天三十分钟 每周有两天休息 三十分钟训练 快速训练 然后跟着这个计划来吃 然后这都是家常的 也可以在外面吃 已经是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了 但是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看一下大家的这个 这个对比图 是吧 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就是真特别开心 自己有这个计划 真正能帮到别人 所以你只需要照做 非常简单 已经是最简化的 没有比我这计划 做的更好了 就敢这么说 就敢这么说 就是因为自己 一字一句写的 自己视频 都是自己录的 都知道是吧 所以就跟做就好了 十周之后 大变身 就是这样 效果保证 而且不会反弹 就敢把话放在这 是吧 看看大家这些案例 然后每天能接到 大家给我写的这个信 表扬信 也好是吧 或者是反馈信 也好 真的是特别开心 所以也希望能看到 你十周的变化 只需要十周 就会彻底的改变 就是这样 可以先看一下 我的网站 这两个计划 都在网站上面 xs 横杠 life.com 网站里写的 非常非常的清楚 当然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就是如果你想咨询 十周变身计划的话 因为那个柔韧脚程 直接进去就练就回了 不用咨询 是吧 谁都可以去做 不分年龄 不分男女 但十周变身计划 如果你想咨询的话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看一下这里 只接受 十周变身计划的咨询哦 其他咨询暂不接受 所以 所以 就是别忘了 著名十周变身计划 然后都是我 自己亲自回答问题的 不请出手 所以请放心 但是微信加了5000人了 请有一定的耐心 还有什么 该说的就每次 都是结束语 要说到这 对 如果你想 听什么话题的话 想跟我留言的话 或者你听了我说的 刚才说的哪 说的对 哪说的不对 想喷的话 就在下面留言就可以 我都会看到的 而且都会回复你的 就留言就好了 还有什么 其他的 然后下回再 激情的跟大家说 中间断了几回 就不掐这咕噜了 下回再跟大家分享 好吧 赶紧加入我的柔韧吧 真的特别好 然后我就 自己现在就特别开心 所以赶紧加入进来 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 每天练柔韧打卡 好吧 留待到这吧 拜拜